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现在又有新的做法是打算要从成功桥下手来进行拓宽的工程 预计这个费时会有两年的时间 那么他也承诺说会尽量地避开尖峰的时段 同时也会发加班金希望能够速战速决 一拜 再一拜 台北上柯文哲前程拿香祈福 希望成功桥拓宽工程启动后一切顺利 解决内湖南港交通拥塞问题 这个先给他做这个桥梁的耐震补强 他再把桥面破关 先达到这个也是六线道 跟前后的道路可以接近来 先这样先用20年 他上任后为了交通拥塞问题被骂了好几次 甚至影响民调 尤其内科交通罪为人诟病 曾经事办过不少改善计划 包含前运早鸟优惠 免费接驳公车 公车班次加密等等措施 甚至推动计程车共乘 但是实施后效果不尽理想 为了疏解车潮 最新规划成功桥拓宽工程 预计将桥上原本三米宽的人行道 改为车道 从双向四车道变成六车道 再另外设1.5公尺外挂式人行道 预计108年8月完工 但这也代表有将近两年的交通黑暗期 因为它现在是四线道 它在整建的过程当中 还是会维持四线道 本来费用更高 本来是拆掉重建 那个要二十几亿 二十四亿 我们现在是扩宽 然后以后在随着都市计划 慢慢的再去转变 虽然市府强调工程采分阶段施工 并且规划配套交通措施 只是内湖巅峰时间已经够塞了 拓宽工程期间 能否把交通影响降到最低 亦或是雪上加霜 对柯文哲来说是一大考验 外界也都在等着看 你选陈明星 陈奎宏 SNG小组 台北报道